三千多万 十年前的价格差不多三千多万 现在这几年好像要涨一点 但是我估计这个宅子 五千万以内现在应该能搞定 之前是找了一个中介 你有试过挂在市场上 让人家评估一下大概值多少钱 十年前找过一次 找了一个卖房的 然后他给估的价格是三千万左右 三千万左右 那十年前了 其实他们估价的话 也就是把这个地的面积 还有房屋的价值 土地的价值给固定 他们可能不会考虑这个人文的价值 比方说这里是杜月笙 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对吧 这些东西我觉得 这些东西有的时候 也不能说用钱来衡量的 看你怎么想吧 有些人他在意这些 像老一辈 他们觉得这个宅子是 像你刚刚说的 你奶奶说的 他觉得这 我把它卖了 像亏兑老鼠生 他觉得这个宅子 是有历史底蕴在里面的 对吧 他觉得可能是 因为这个东西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如果考虑这些的话 对于你奶奶来讲 这可能就是无价的 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 我就要给你的 但是对年轻人来讲 就是因为现实压力也比较大 当然给的钱多一点 对我们来说 也是很希望的 是吧 这宅子确实在上海有这样的宅子 我老婆不是我老婆住的话 我们就搬过来住在这个 基本方向 关键是如果你可以装修一下 可以让你再从对 你可以动一下 其实像你看 你看网上也很多那种 这种旧房改造 特别是这种 其实这个我走进来 感觉就像 不太像 就南方的房子 你知道吗 反而有点像 北方的那种四合院 都是 你看 他都是一层的 对 他没有两层 虽然说他这个建筑风格 是那种 灰派 灰派建筑的 这种建筑风格 但是 但是他的整体的 这个你看有一个院子 然后又围着这个建筑 又围着这个院子 就有点那种四合院的感觉 其实自己 南方的四合院 对 其实装修一下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 住起来肯定 肯定是很舒服的 不知道没问过 一开始想安空桥 打一个洞 都不知道打在哪里 是解放以前 还是解放以后 这个志德堂这三个 被烧掉了 没有了 这后期做的 但是老人说 这里面有什么 金元宝什么的 这个东西 哪里都修过 就这里面没修过是吧 对 就这个没人敢动 哦 也不知道怎么修 这个这里面 冬天太冷了 没人住的 哦 你真正喜欢的人 也不会来这里去买 这个地段不是很好 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嗯 浦溪 呃 静安去吧 嗯 有一个 占地两千平 还是多少平呢 嗯 给了两点 一个多亿 还是两个都一样 也是自宅 叫什么书院 这个地方 其实你卖给私人 我觉得很难买 为什么 因为人家买过去以后 一样不能动 因为这不是历史保护建筑吗 一样不能动 我觉得 最好就是能做 比方说 景点啊 什么这些 他们说会 游客参观 对 做博物馆 或者是景点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嗯 对 前面还有一棵井 也是一百多年了 还有一棵井一百多年 哦 这是那个年代的井 对 这么多一百多年 一直都有水 这个井倒是不浮水很深 这之前换下来的老牌子 哦 然后安了一个水泵 水泵 来抽水 一直都有水的 嗯 打扫卫生 都是在地里面打水的 嗯 之前杜公馆 是现在 这个之前想继续看 带着杜学生小女儿看 杜公馆的 这个门口的手里人说 你这个相关人员 现在不属于上海 属于中央 这个杜学生公馆 杜公馆现在属于中央 不属于上海 还是去申请 要去北京申请 申请完之后 你才可以进去看自己的家 后来爷爷问 杜学生的小女儿 你还回来吗 你说不定 不回来了 这个太搞了 你说不定在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在里面扫地阿姨 都可以亲爱一举的进去 然后原主任进来 只是想参观一下 都不能进 这也就是有点 我觉得逻辑上 和情理上都说不过去 我觉得人家过来 无非就是想看一看 对吧 肯定也没有别的目的 像这种老宅嘛 刚安的监控 我前段时间回来看我奶奶 我还没有监控 回来一看怎么还安监监控了 所以有的东西也说出来 也都挺搞笑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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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